在新方主义史里面他提出 就是说一个人可能有两种不同的一种生活态度 他把它叫做两种不同的模式 一种他把它叫做 叫忧郁的快乐主义者 当然你也可能是一个 这个 一个忧郁的快乐主义者 和一个快乐的悲观主义者 你可能骨子里面你是个悲观主义的 你觉得这个世界啊 整个是每况愈下 或者是像我们今天 今天气候这么热 全球变软 将来很可能人类正在没办法 这个无几了 这将人类自己还顾不上这个问题 天天为了其他的一些利益 搞得打得头破血流 所以这个很可能 我们这个世界整体正在走向灭亡 走向这个衰落 这个可能是一种 一个悲观的前景 但是呢这并不妨碍 你仍然过好你每一天 你每天快乐像湖南这样 快快乐过好每天 尽管你在骨子里面 相信这个世界是整个是每况愈下 是越来越糟糕 而且是不可挽救的 它是一个悲剧 这是一种 还这么来就是你相信世界会越来越好 这个实际上是从17 18世纪 和欧洲开始的一种进步主义 这种进步主义影响了我们全世界 然后我们都觉得 进步主义最经典的表述是 今天比昨天好 明天会比今天更美好 我们相信将来会好的 哪怕现在比较困难 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难处 但是一切都可以改变 所以这个人是个乐观主义者 但是他可能会被很多小的一些事情 他老是处在一种忧郁状态中 但是他并不妨碍他 相信世界是会越来越好的 所以这两种态度确实是不一样的 您讲这个我就想起 我前一阵看江文一个小短视频 就说梁树明老是皱着眉头问 这个世界会好吗 然后后来他们就让江文回答 然后江文就说 我看只要永远有人在问这个问题 这个世界就错不了 就差不了哪去 这就是哲学啊 是哲学的一个提问 但对哲学家来说 其实有哲学家就是说 其实这个世界是不好 但这个可能是我们能获得的 最好的一个世界了 对 你看莱布尼斯说 就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就只能是 但其实比如说 之前我们从科学角度也会说 有人在怀疑说 是不是从宇宙大包照开始 咱们现在做的任何的事情 都已经是定数 对 就是都像过电影一样 只是过好已经肌定 就刚才说那个命运的问题 但其实你看 就像我们打台球其实也是一样的 其实我们从一开始去打 这个白球的时候 你根据力 根据这个速度 其实你都已经能算出来 这些红球最后的那个落点在哪里了 但如果你是当中的一颗红球的话 你其实是不知道的 你就跟着撞去 你也不知道你要去哪 但排球出发的时候 你已经知道你的结局应该落在哪 但你不知道 你就跟着跑就是了 但为什么我们只能当球呢 我们为什么不是那杆呢 就是因为我们跳不出来 其实我们就在这个三维的空间里 我们跳不出来 如果你是杆的话 其实你就知道 这个东西终局在哪里 这就是哲学 所以我觉得 当然也有人说 这个哲学没有用 可是怎么说呢 为什么我觉得 我不知道我在学哲学 但是后来我发现 我看见所有哲学的书 都像看见这个武侠小说一样被吸引 就是他只要在说的一些东西 所以赵林老师 我明白您的意思 就是说 真正从事哲学的人 注定是极少数的 对 但是呢 你要说 比如说这两年 他们说就像你说的 网上哲学课也很火 对吧 我自己觉得呢 很多年轻人 他会不会就工作也比较难找 竞争也比较激烈 人在这个时候 会不会想 活着是为了什么 或者 因为我总觉得 说实在的啊 当然孔老夫子的深意 我不能理解啊 但是表面上看 我就很难理解他这句话 他说为之生 焉之死 他的那个学生问他 我觉得对我来说 真的不是这样 我觉得要是不知道死的问题 我又怎么知道生呢 对吗 当然我永远也不可能知道 但是你总得思考出一个观 你的所有的一切 是跟这个来的 比如说 如果是认为 就是死后 就是什么都没有了 对 彻底的没有了 活法 直接影响到你的 所以过去民国的时候 有一种学者 对道德情况很担忧的 其实他们这个里边 我觉得也是一种 善巧的考虑 就说中国要进行因果教育 对对 就他的起因倒不是说迷信 对 而是说呢 老百姓 你看他也不是说 像这个西方 有那种基督教文化 他说这个老百姓呢 他哪怕相信一个 有因必有 其实这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科学的原理 因果律 对吗 做好事有好报 做坏事有坏报 至少可以让这个社会的风俗 对 向善 对对 他至少他有这么一种企图 对对 对是这样 对那个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 就是说 这个因果啊 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因果 我们可以 特别是我们经验世界因果 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的研究来把握 是吧 给了什么样的因 就会有什么样的果 是 但实际上呢 如果要是说 把这个世界和未来的世界 连成一个整体的话 这个因果 你至少在现实世界 你是无法练证的 是吧 既不能证实 也不能证伪 是吧 我们可以说啊 没有人 我们不知道 死了以后会有一种 另外一种生活状况 我们从来没有人 可以证明这一点 但是也从来没有人 可以证伪这一点 对吧 也没有 没有任何人 可以用确凿的证据 就像科学里边的确凿证据 证明根本就没有 另外一个事情 没有人可以证明这一点 诚如它不能证实一样的 所以这些问题 实际上就留住于哲学 或者宗教 去解决了 所以宗教和哲学 它有很多地方是 我是听您说的嘛 说哲学家几乎没有自杀的 哲学家很少 基本上没有 基本上没有 而且哲学家呢 还有一点 他活的都比较长 特别是古希腊的哲学家 真的吗 因为哲学家 像这个高尔吉亚 据说活了105岁 还有这个 迪奥根尼 还有这个像古希腊 当然有很多人 像毕达哥拉斯这些人 他们都活得很长的 都活得很长 所以这哲学家 那现在哲学家 你看东部东西 德里达 是嘎德姆尔 这都是90多岁 100多岁去世的 所以哲学家 至少能长寿 对 他这个其实在我身上 哲学家可能更重要 就像刚才你说的这个问题 其实呢 哲学作为一门学科 他是很专业的 对吧 而且他作为一个学科 作为一个 专门从事某种研究的 这种学科 他可能出现是最晚的 他是比什么文学啊 艺术啊 什么这个戏剧啊 这些东西 更后产生 所以黑格尔有句名言 叫迷列瓦的猫头鹰 只有在黄龟时候才起飞 对吧 讲到这儿 我跟你说 我埋伏的一个东西 可以用上了 对 我就是听一下讲课 叫迷列瓦的猫头鹰 黄昏时候才起飞 您跟我们先解说一下 是这样 因为迷列瓦是 希腊的雅典娜 在拉丁的名字 对吧 因为希腊罗马 都是叫做一脉相承的 对 所以每个希腊神 往往在拉丁有个 罗马有个拉丁名字 比如宙斯在罗马 叫朱比特 对吧 这个赫拉叫朱洛 那么雅典娜叫这个 迷列瓦 阿弗洛利特叫 维拉斯 对吧等等 他都是这样的 所以迷列瓦就是雅典娜 而雅典娜在希腊 他是智慧女神 所以他有个标注 就是猫头鹰 所以在西方的猫头鹰 就代表着智慧 是因为他是 雅典娜的这个标志 所以猫头鹰呢 往往当然确实 他是黄昏时候才起飞 白天他在睡觉 对吧 但是黑格尔这句话 的意思就是说 他是迷列瓦的猫头鹰 那就是智慧 因为哲学本身 就是对智慧的热爱 哲学这个词叫philosophy philosophy作为一个希腊语 就是phelo就是爱 sophia就是智慧 所以何在一块 philosophy就是对智慧的热爱 而猫头鹰本身 迷列瓦的猫头鹰 就是智慧的上升 所以黑格尔这句话呢 看起来是个大白话 猫头鹰确实是黄昏之后 但是他说的是 迷列瓦的猫头鹰 也就是说智慧这种东西 往往是在一个人的生命 在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一种文明的 最后的黄昏阶段 才开始高高的凹下起来 此前都是别的文化形态 大放异彩的时代 文学 艺术 戏剧 奥林匹亚经济会 包括其他的 甚至包括经济 政治这些东西 各种不同的这种文化形态 社会形态的那种发展 它可能都是在青春时候 或者壮年时代 但是哲学总是在黄昏时候了 所以他作为一名学科 他是在黄昏时候 才开始发展高峰 就是说古希腊的文明 达到这个夕阳无限好的时候 是他哲学的最高峰 但是哲学本身就意味着 一个时代的生命即将凋零了 所以他也是个悲哀 就是人开始达到了一种彻底的反思 达到了一种像哲学家那样 一种哲学的一种反思的高度的时候 说实话 你的生命 你的人生历练 你的人生的经历 它已经都经过了 然后这个时候 你开始反思的时候 恰恰生命也就开始要收官了 那你们再晚几年 但是呢 这是一部分 还有一部分了 我觉得更重要 就是哲学 还有一部分 我先让您看几张照片 完了之后咱们讲 就所以学哲学有什么用啊 我听了赵林老师讲这么一句 黑杆的名言啊 我就留心了 你知道最近这个国家博物馆 大家都夸 国家博物馆最近弄得有声有色 最近搞了一个古罗马的艺术展 我去看了 我去看了 你看 我跟你们拍到了 蜜涅瓦的猫头鹰 我一看 这正是赵林老师说的那个 对 这是古罗马三神 中间是宙斯 那边是赫拉 也就叫朱洛 这边就是雅典娜 又叫蜜涅瓦 就是 对 他旁边是猫头鹰 对对对 蜜涅瓦 你再看下边 你看 这个就是雅典娜 在罗马神话里 就叫蜜涅瓦的智慧女神 脚底下 你再看特写 这就是那个猫头鹰 这就是个猫头鹰 代表这个智慧 代表智慧 所以就像这边 你看到宙斯脚底下 是一只鹰 那就是罗马的象征 罗马君旗就是鹰旗 这个东西很神秘 你看 你在国博 你顺便 我就看下两个 你看 这是萧 萧尊 也是猫头鹰 对 就是清通商朝清通器的造型 对 那么它也一种神鸟 对 然后甚至是咱们中国这个养勺文化 公元前五千年以前的了 你再看下边 在国博也是镇馆之宝了 最有名的 在养勺文化 陕西出土的 你看 是不是也像一个猫头鹰呢 对 像一个鹰 也是一个小养的 中西联想了 对 您就是 你看 咱们现在就看见了 就学点哲学 对 你看展的时候 对 你能辨认 这就是面前娃的 对 他是 原来怪不得 您也有点挂像 你看 你看他鼻子 鼻子 是不是 有点猫头鹰 猫头鹰表情哲学 对 所以呢 从这个时候 你再给我们讲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说 我刚才说了 哲学啊 开始高高高翱翔 就是说它开始成为一名学科 而且是最高的学科 这个时候达到充分子绝了 这个时候当然是招了 黄昏了 但是这并不妨碍 哲学本身作为人的素质 从你的生命 产生之初就开始了 所以我老实说 哲学是人的一种宿命 我们人呢 一出生就被判出了 一种哲学的徒刑 没办法 你不可能不思考哲学问题 只要你是个人 哪怕你没有任何文化 是吧 你大致不是一车 你一辈子都在深山老林里面 从来没走向这个繁华的社会 这都不妨碍你 总会思考一些追求问题 因为你没办法 只要你是个人 所以我在讲这个 在这个 那个B站上 讲这个 西方哲学20讲的时候 我第一讲 我看着就从 勘门大书三问开始讲起 就是一个 一个人到一个单位 一个没有任何文化的勘门大书 是吧 他把你拦住了 他首先要问你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你从哪里来 第二 你到哪里去 第三 你是谁 这都是最深刻的哲学问题 哎呦 就是今天进门的时候 问题是 都经过了哲学的拷问来 但是呢 这个其实 你要从 你到哪里来 你从哪里来 你到哪里去 你是谁 这个问题 你要把它往上 不是就事论事 你把它往上稍微提一下 它就是哲学问题 所以我说 我做西方哲学 对吧 西方哲学史 我说 第一个哲学阶段 西方哲学史的第一个哲学 这个希腊哲学 它探讨的问题就是 视觉北渊 万物的北渊 对吧 无论是后来产生的 所谓的唯新主义群像的 还是唯物主义群像的 他们都追问 这个大千世界 纷纷复杂 它最初北渊是 从哪里来的 是吧 是从水火土气 还是从什么树啊 罗格斯啊 什么理念 这些东西里面来的 它这不就是问 从哪里来吗 只不过这不是理 也不是我 也不是他 而是宇宙 这个理 对吧 这个大理 所以你从哪里来 后来到了西方基督教 西方这个哲学第二阶段 基督教文明的时候 基督教也是一种哲学 它是跟神学联系外 它最问的问题 就是你到哪里去 因为你到哪里来的问题 你已经信仰给你答 是上帝在六天之内 创造乱算物 这个已经有难看了 神经里没有难看 这是颠簿不灭的 但是到哪里去 我们不知道 死了以后 我们知道你是上天国 还是下地狱 这个可能是中世纪 一直到近代 很多哲学 比较关注的问题 然后到了现代哲学 最关注的就是 你是谁 自我的问题 从理睬开始 越来越开始突出主观 客观世界本身怎么样 这种不重要了 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这不重要 重要是对我来说 我是谁 这个问题实际上 最后就达到了自我 所以我老师 我们人生 刚开始出生以后 刚开始医押学艺的时候 最早学的词 可能就有我 最早就会说我爸妈 这最基本的词 一直到临终 我们最后的遗言 可能最后还有个我 但是我们很可能 活一辈子都不知道 我是谁 谁是我 认识世界比较简单 说实话 你认识世界 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这些问题 我们说虽然 个人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呢 毕竟还是有一种 主流的一种观点 你生活在不同的氛围 它有不同的环境里面 它有不同的主流的观点 但是我是谁 这个问题确实是一个最大的问题了 所以这样是一个转折 当然在西方哲学中间 近代哲学 它是一个 关于世界是什么样的 和我怎么样 我怎么认识世界 和我怎么改造世界 这是中间还有一个插曲 就是我和世界的关系 所以 整个西方哲学就经过四个阶段 第一就问世界从哪里来 第二就问 我们到哪里去 第三问 我和世界什么关系 最后 我是谁 它越来越开始向自我搜出 越来越开始转向自我 我觉得就是 当我们思考这些事的时候 世界 自我的时候 就有一个前提 就是我们需要闲暇 我觉得哲学家 或者说哲学 思考这些东西 最大的一个前提 就是闲暇 但是现代人 最大的问题 就是没有闲暇 然后我看那些 伟大的哲学家 一般他们的生活境况 分两类 一类是像比如像舒本华这种 就是18岁父亲死了 然后继承一笔遗产 对 他有钱 他一辈子都不愁吃 不愁喝 所以他当然有这种 闲暇去思考哲学 还有一种就是 比较的安平乐道 比如像尼采这种 他也没什么钱 但是他能在那种 非常简朴的生活中 找到满足感 对 那他同样有闲暇去思考 哲学问题 对 我觉得现在的问题 可能就是 可能不是大家没有这个 对哲学的兴趣 或者觉得哲学没用 而是纯粹是因为 这种多现成的工作呀 这种内卷的生活呀 导致你根本没有 片刻的闲暇去 真的思考哲学 这个呢 其实我觉得 闲暇是相对的 是吧 闲暇很容易 是吧 一单是一瓢 你也可以有闲暇的 是吧 这个湖南就不能同意呀 一单是一瓢眼 就 咱还创业公司吗 对 你看比如说 你说像尼采 像这个卢梭也是这样 苏格拉底也是个穷人 一辈子也一贫如洗呀 当然亚利苏洛德说 哲学产生有两个条件 一个是精益 一个是闲暇 对吧 首先我们要好奇 我们对世界 对自我 对所有社会 所有人我们要好奇 其次我们要有闲暇 这确实是 但这个闲暇 我觉得在很难中 它确实在很难中 它是一个比较相对的 不是说只有 完全意识无忧 这个紧一律实的人 才能从事哲学研究 绝不是这样的 是吧 所以现代人呢 其实 说实话 你即使说 那些最没有闲暇的人 他也不一定 比当年卢梭的近况 要更糟糕 当年卢梭什么近况 卢梭基本上 贫病交加 又没有任何背景 是吧 他从小就是 母亲早年去世 父亲后来出走了 他就是一个流浪案 后来在华人夫人 这个专员里面 受到的一些情感的教育 受到的一些文化的教育 然后就跑到巴黎去闯事件 可以说真是 移民不稳 然后在 也疑问不明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当时到那个地方 是闯寿 就完全就是像 我们今天那北漂的那些 类似一样的 对吧 跑来去 跟当时一笔启蒙 思想家都是年轻的 都是一些 可以说当时愤亲嘛 算是 大家一块闯世界 但是华人夫人养他吗 不 华人夫人 那是早先啊 他二十来岁就离开华人夫人了 那后来他谁养他呢 他就是靠自己写东西 赚一点钱 然后主要是靠跟别人 腾乐谱 腾学乐谱 他没有任何生活之缘 他和福尔泰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在讲法国启蒙的时候 这两个人 一个是养人处优 是吧 吃香的喝辣的 受到这个欧洲各国的 那种权贵的那种崇拜景仰 一个就是完全被别人看得 是上家之犬的 就是说到处遭到人攻击 这两个人完全就形成了 两个不同的这样一种类型 生活状况也完全不一样 但是这两个人 福尔泰比如说 大概大十八九岁 最后两个人都是 七八年两个人同年去世 两个人死对头 所以在法国去 我每次到巴黎啊 我都一定会要去一下 萨拉克佐汉的那个先前史 先前史 下面下的地下史 所有法国的伟大的文化英雄 包括像居里夫人啊 像维格多鱼果啊 这些伟大的文化科学的 这样一些巨博 他们都埋在这里边 而一进去 两个面对面的两个人 一个福尔泰一个卢梭 是吧 这两个哲学家完全不一样 福尔泰那确实有闲暇 是吧 他一天到晚在他的这样的一种 这个庄园里面从事他的批判 比如说就是真是黄黄然 如果上架之权 逼得到处好 一事无忧 而且这个一事无朝 然后这个平平交加 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也是导致了他的一条思想 所以这个 就是确实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们说这个人的这种处境 更多可能固然处境可以改变个人 但是首先你这个人 基本上形成了你的一种这种气质 或者你的一种价值观 一种生活态度以后 在很大程度上 实际上处境是被他所组估的 忽兰 这个问题最好你回答了 你最忙 我看我们当中 整天跑通告 那你说这个看门口大爷的三问 你现在还有空考虑吗 但其实我觉得 没空考虑往往是个好事情 就因为你有空考虑了 其实你就已经是向哲学 去寻找答案寻求帮助了 就很多人其实忙忙忙 你不考虑这个事情 其实没什么不好 就因为你不需要去考虑这个问题 对吧 就是我们也在说 你是想当一个这个 无所事事的猪 还是想当一个这个 愁眉苦脸的苏瓜拉底 对不对 你想当什么 我要是能安平得到当那只猪 我当然想当那只猪了 那只猪有的时候 他一思考吧 他就成了一点点苏瓜拉底 这是非常麻烦的 这是非常麻烦的 我要是能终日啥都不想 当那只猪安安稳稳的当 特别开心 但往往就是 你就开始会去想说 我这个 到底哪里做错了 或者说我做这个事情 要到底是为了啥 这就麻烦了 这就开始要从哲学里面去寻找答案了 但哲学我觉得挺好的 其实你看刚才我们在聊 其实很多那种大不头的书 其实也是看不进去的 是 对 看不进 那个B站上面那个 邓小芒老师的那个精神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那个500个小时 不太好看的 没人看 就是实话实说 就是这些年轻人爱好哲学 也都是 只有搞专业的 也是去看那个 全是睡觉的 想要睡觉去看一会儿 就只能看看浅的这个哲学史 其实也是一样 然后就看看哪些画 说这个东西好像对我现在有用 就像看紫超说 像抓药一样 甚至有些东西是矛盾的 我前段时间是这个心经 我需要这个画 我就拿这个画去慰藉我 这段时间 这个画好像对我有用 就去抓过来 但哲学家其实也特别好 就是哲学家不起是我们这些爱好者 哲学家还有说这个什么是哲学 哲学史就是哲学 他说他这么说 他说你们现在看这些也是哲学 那挺好的嘛 我也觉得我看的就是哲学 所以说就是各取所需 然后从这个里面找一些这个精神试量 所以说其实你说这些年 我是感觉说哲学热 经常说又哲学又热 但你说热不热也不好说 你比如说我们这么说 去这个寺庙里面烧香拜佛的人多了 就代表佛教热吗 也不是吧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可能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就在于这个哲学和哲学史的一个关系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是算是专业做哲学 那么我觉得因为哲学这门学科 它从最初产生之初开始一直到今天 它都和科学 当然也和宗教和神学 它都是有很大差异 尤其跟科学 为什么呢 因为科学它是一门一定要有确定一些答案的这样问题 这样一门学问才叫科学 客观标准 所有人不管你是中国人 你是英国人 不管你是主张什么样的观点 你都得承认这个刘顿三大定律 承认这个万有引力定律 你这个东西 否则的话你得出一个观点跟它相反 那大家肯定觉得你是个疯子 不是个疯子 是个骗子 这两个问题 但哲学不一样 哲学自产生以来 一直到今天 哲学它是没有定论的 哲学看讨的问题 它是不能在实验室里面做实验的 因为它探讨的核心问题 都是形而上的问题 就是超越经验的 我们说的这个形而上的 它的原始的反译词是经验 而不是辩识法 不是这个我们在大学科门里面 学在形而上 学在辩识法对你 不是这个 它的经验 形而上就是超越这个经验 我们中文翻译这个词 翻译得极好 那个麦特菲这个中文翻译 当然是日本人当时 用我们中国的古代的译经 周译里面这个翻译 叫形而上则未知道 形而下则未知弃 弃就是个东西 比如说这杯子 这个桌子都是弃 而形而上是个道 而道可道非常道 所以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 是形而上的 而形而上问题 最大的特点是 不可以在经验中来练证 你不能像这个加速度 像这个惯性地 你可以在实验室里面验证 但是他这个不能验证 所以正是由于他不能验证 所以每个人对哲学问题 这种思考是不一样的 跟你的环境 跟你的背景有关系 你从小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 受到什么样的教养 你在什么样的文化氛围之中 你自然就会随大溜 就形成那一种 这个社会的主流的哲学思想 您比如说您刚才讲 这个先而下者为之弃 我就想 中国古代人还讲一个叫 君子不弃 我可能不能理解它 我的理解就是说 人不能当工具 对 那么就是说 因为人本来就不是工具 所以在哲学上有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异化 当年马克思经常提 就是说你看 人工人怎么变成了机器的工具呢 因为人本来是权活人的 不应该是这样 有灵魂有思想爱好多元 对吧 一会打猎了 一会谈恋爱了 他这个是一个自由的人 他怎么会变成一个模子 一个工具呢 对吧 那么说君子不弃 对 可是你看 那天我听你们这个脱口秀演员 我觉得也很感动 从某种程度上 他们有 你们有艺术性 就是尤其是你像忽兰 他也想表达 表达一些对于社会的思考 但是对他们来说 有时候就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 主要是要 首先要让观众乐 还是主要是你个人得以表达 对 那我们毕竟还是一个服务性 对对对 我们是一个服务性的 我们首先要服务于 他必须要让他笑 对 我很感动 但是这在某种程度上讲 这是君子不弃 对 这跟这种 那就是说 我们都是主观上 很自觉自愿的 对 愿意作为一个观众的工具 只要我能让您快乐 对 我的价值就实现 对 我很高兴 对对对 但这个在另一个意义上来说 这算不算人的工具化 但其实 因为我们和包括我 其实我就尽量不去纠结说 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工具人 那因为你把它给扩大范围 那尼采不是工具人吗 都是一样的 咱们今天在这不都是工具人吗 所以尼采疯了吗 对 一样 真的活得快乐的 其实也是一样 对不对 他就被赋予了 你要去干那个事情 你就是一个工具人 所以说那我就不去纠结这个事情 那我既然是工具人 我就把这个事情给做好 其实就很正常 这可能还是 还有一个更高的一个境界 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在一个社会里面 我们都被定位了 比如说我是一个教师 你是一个脱口秀员 这个刘老师是一个作家 这个文涛你是一个主持人 对 那我们这个每一个行业 它都有它的规范 这个规范要求你必须 首先要实现这个规范 所要求你达到的终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你的一个职业的一个道德 这个时候你必须服从这样一个职业道德 否则的话 如果你始终要超越这个东西 你就会活得很难 难受了 你就会变成一个风子这样的 理采实际上在某种上 它就是不愿意受任何这种规范的约束 它要打破所有这些规范 它要重新促造一套新的价值体系 一套新的规范 这种规范是以他心中的理想为开模的 或者为模式的 这个我们说我们人很难做的 所以理想思想也很 我们每个人可以在精神上是自由的 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符合某一种规范 某种职业某种行当 要求我们的那种行为规范的时候 我们意识到 我们是在做一个职业的要求 这和我自己 我最好 当然最高的境界是能把这两者融通在一块 一个方面又能够率性的把自己想讲的东西 表现出来 有一种艺术感 同时也果然能够引起观众的热爱发酵 没错 你看我们就找到了哲学在现代对于个人安身立命 我觉得哲学对我的安身立命作用非常大 这些思考 比如说当年二战之后 很多哲学家像是那个叫什么 汉纳 阿伦特 就在探讨这种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一个屠杀的一个工程师 一个工程师 当然那是极端的情况 可是更一般的情况是 我也是个人 我不能丧了良心 对 你这个良心呢 是属于你这个灵魂 就是你有一个最基本的 就是说比如脱口秀搞笑 对 我哪怕就是让观众乐 但是比如说我怎么着 我也不能拿残疾人开涮 这个 对吧 因为有些职业你会发现 坐着坐着就丧了良心了 对 他沿着他这个职业的特性 他如果去到极致之后啊 人性他 对 他忘了 他忘了 对对 所以这就是 这就是你看 每个人你离不开 你像忽兰 你肯定也有你的正义感 是啊 我其实觉得我这些年讲 当老师啊 你知道从你当学生的时候 我反正在五大讲课 还算确实这几十年多 还是比较有名气 对吧 大家太火了 满坑满谷 但是我老说 我有时候在讲 为什么我会自己 我觉得我讲课还讲得不错 受学生欢迎 我后来经常会说这么一句话 我说一个老师站在讲台上 如果他首先不能感动自己 他就不能感动学生 所以我每次讲课 我都跟第一次状况一样 我都处在一种 我只要往讲台上一站 我就能够进入到一种这种 完全就是我 虽然我说底下观众多少 对我来说有一定影响 但是不是绝对的 对吧 有时候对我来说 哪怕空无一人 只要我家里面有一个人 只要他是个人 我就能进入到一种状态 因为我觉得 我首先忠实于我这样一门 学问我这个职业 要求我做的事情 对吧 而这个事情就是我热爱的 所以我首先得感动我自己 佐童 好 自识